各位好,聖誕快樂,Merry Christmas 對我來說,聖誕節就有點像聖誕樹 我們在美國很小的時候,爸爸媽媽會帶一個聖誕樹來 我們會佈置他,畫一些漂亮的東西 所以孩子很喜歡 在那個時候,小孩子只能夠瘦 他是還要學習怎麼樣給,怎麼樣吃 所以到了青春期的時候,他開始學習 慢慢地跟異性朋友,同性朋友聯絡 慢慢地學習,學習 可是直到成年的時候,他真正地應該是在那個時候開始真正地學習怎麼樣給 那很奇怪,現在我年紀很大 老年的時候,還是要學習,像我這麼年紀那麼大 我要現在真正在學習怎麼樣受 能夠接受別人的幫忙,別人的恩怨,別人的禮物 那這個對我來講就是聖誕節的大喜宣 對我們教友們來講,聖誕節是要讓我們學習怎麼樣的愛 愛什麼呢? 我們應該學習怎麼樣的愛 當然愛我們的近人 耶穌這樣講的 可是他的含義是 也要我們愛世界上所有的人 世界上所有的東西 我們應該保持一個愛心 讓我們能夠 建立更美麗的一個世界 不過對我們教友們來講 我們應該抱著什麼樣的一個心來迎接耶穌 耶穌來的不單是一個人,他也是一個消息 他的消息,他的信息,是要告訴我們怎麼樣愛 他希望我們不單是愛我們近人,家裡的人 也要學習怎麼樣愛世界上慢慢的愛所有的人 那些我們沒有看過的 而不但是人,也是大自然的 我們要學習怎麼樣愛 愛惜這個寶貴的世界 這是我們的家 我們只有只有這一個世界 我們要保護